我们说你想念祖国 美食想念祖国打好河山 你可以回去啊 你回去还能做教授 还有一些科研项目也不少 但是他就是不回 这种人其实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发朋友圈的目的 就是为了博取关注 他私下里说的话 跟公开发出来的话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大家好啊 今天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放一个留言 这个留言是经过他本人同意以后 然后我才在我的这个视频里放出来 Hello 麦克老师 您好 我是住在波斯顿的 我直接给您留言了 我刚刚还在看你油管的视频 这几天都在刷你油管视频 您相关太正了 我觉得我们大家是相同的人 所以我就特别推荐我朋友 找您来办移民 我知道现在非常非常的难 现在呢我有两个朋友 是分别的情况啊 还有一条 我找您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是可以信任的 在这个这件事上呢 有太多的就是大家 有可能花分了很多精力 不只是财力 然后就其实最后挺失望 不光是对这件事失望 对人性也挺失望 您理解这个 所以我觉得 我看了您那么多油管的视频 我觉得非常踏实 所以我才敢推荐给我朋友 好了 这个留言呢 我就放到这 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三观一致的这个问题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美国加州的Mike 刚才片头我放这个语音留言 想说什么呢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三观一致有多么重要 我今天早上 说说我现在还有点困 我今天早上六点起来 然后接受那个台湾TVBS的一个电视台的采访 也非常感谢就是我最近的客人 大家都是三观一致 然后才信任我 然后让我来帮你们办理这个移民的申请 生活中需要三观一致 你才能生活得很开心 然后你跟你的太太或者先生 两个人如果是在同一件事情 有一致的认知或者是相同的看法 那么你的这个婚姻肯定是非常和谐的 那我这里讲的这个三观 不分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你们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说村晚吧 我曾经有一个博士同学 在美国做科学家 后来他嫌做这个科研赚钱少 然后就跟我一起做生意 赚了点小钱 然后后来呢 就开始想一些自己的这个利益 把我的这个客户资源 偷偷转化成自己的资源 我就不再跟他一起做生意了 那我想说他的一个故事 就是他为了获得同学啊 家人啊 客户啊 然后获得他们的一种认同感 然后就经常是昧着良心 在朋友圈发一些想念祖国啊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内容 而且还半夜四点钟起来看春晚 看个春晚能发十几条朋友圈 一个劲的去赞美 这个舞蹈好啊 那个歌唱的好啊 说实话 我们共同的同学呢 尤其是在国外的这些 国内的就不讲了 都觉得他是个神经病 我们说你想念祖国 每时想念祖国大好和山 你可以回去啊 你回去还能做教授 还有一些科研项目也不少 但是他就是不回 这种人其实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发朋友圈的目的 就是为了博取关注 他私下里说的话 跟公开发出来的话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说虚伪 也可以说利己主义 或者说你就可以说他很聪明 但是我心上不来 我觉得跟我不是一路人 大家不是一路人的话 就很难坚持做朋友 很多人也会在这个视频里骂我 说我什么 住在美国的富人区 你不了解真正的美国底层 看不到美国社会阴暗的一面 有一个我带着儿子体验 送快递的那个视频 很多人过留言说 我教育孩子 这个脑力劳动 优于体力劳动 说我歧视体力劳动者 这个说法我不反对 因为我从小是生活在一个 工人阶级的家庭 我父母上山下乡的这种经历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从小就是省事俭用 后来我学习了很多近代史 都是因为我父母 给我灌输的这些故事 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我也根本不会那么早开窍 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个顿悟期 我父母的这种省事俭用 那种程度让我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我绝对不能过他们那样 一种生活 虽然我从小在家里 也不怎么富裕 但是也不至于很穷 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惯 都让我接受不了 比如说我们家从小做饭 都会做很多 然后经常吃剩饭 当然了我父母吃剩饭 总是给我做新的 这一点让我感觉很内疚 那我就说剩饭就不要吃了 倒掉就好了 我小时候有一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 就有一次我爸因为吃剩饭 他舍不得倒掉 然后夏天吃了以后 就肠胃炎住院了 这个也给他了一个教训 就是他以后再不怎么吃剩饭了 所以我教育孩子 这个脑力劳动 优于体育劳动 我不觉得有错 也许很多人不认同我的观点 但是我仍然坚持 你比如说我和我太太 都是做脑力劳动赚钱的职业 那我们肯定不会教育孩子 说你在工地运沙子 比做建筑设计师更好吧 对吧 职业需要尊重 不代表我就必须做这个职业 同样的道理 我一年赚的钱 我都不能跟马斯克一小时赚的钱来比 那我做不了马斯克 马斯克也做不了我 你就不能说马斯克是不对的 是吧 我之前的这个视频里也讲 我不是在那个政大读书吗 就是郑州大学 很多人都以为我老家是河南的 其实我祖籍是徐州的 我的爷爷辈是在山东腾县 后来定居徐州 然后我的老老爷呢 因为从山东搬到了河南 因为我老爷是一个退伍的离修干部 他原来在部队是修坦克的 一个就是机械工程师 然后后来去法国啊 非洲啊 这些经历 我之前视频里讲过 都是跟着国家政策 什么外派的一些技术人员 这样的一些经历 然后我父母因为是国企 我爷爷以前在铁路上工作 是一个什么干部 我也搞不懂 然后我爸呢 就接班 后来就跟我妈调到了一个单位 所以就是他们跟着单位走 单位搬到哪 他们就去哪 我从小生活的这个环境 就是那种几万人的那种 国企的家属院 我非常理解我父母的那种生活习惯 但是我不会继承那样的习惯 包括我现在 就是我们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比较类似 我们家几乎不吃剩饭 而且我们尽量是买有机食品 我做饭的时候是一边做 一边擦这个灶台 所以做完了以后 灶台基本上是干净的 那我太太这个人呢 她眼里是不能有活 她看到这个厨房有什么没洗的东西 她就先洗完再吃饭 做完饭 先把厨房收拾干净再吃饭 那我就为了让她早要吃饭 我就做完饭 马上把这个锅洗干净 其实就是顺手的事 但是很多人他会把这个锅瓢瓢盆呢 就攒到一个水池子里 以前我们家在圣地亚哥的那个房子 不是租给别人住过几个月 那两口它就是这样 每次我去的时候 都是厨房里都没下脚地 然后他们两口就是攒到晚上一起洗 这这个也属于三观一致 没有好和不好 那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其实也是三观一致的 很多人就是加我微信 说我不移民 我就是喜欢你说的话 所以想加一下 其实我微信里 我在当初来美国的飞机上 我把很多同学群都退了 我现在微信里保留有同学的微信 不超过十个人 我觉得人过了35岁以后呢 人生就得做减法 你留那么多没有用的同学 要么就是给你自己添堵 要么就是你给别人添堵 同样一件事 你一个看法 他一个看法 如果是不疼不痒的事 也就算了 无非就是你喜欢吃西瓜 他喜欢吃橙子 这个东西都无关痛痒 但是在俄罗斯是爹 还是狼的这个问题上呢 如果你们的观点不同 那就没有必要彼此看着都难受 最近加我的人很多 我有两种人是不会通过的 一种就是头像戴红旗的那种 一种就是上来就打电话 发语音通话的那种 戴红旗那种就不说了 我真的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上来就发语音的那种呢 或者是发几十个会奖证书的那种 我都删了 就算你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 我都不会看 因为你不懂得尊重 你缺乏基本的沟通礼貌 别说我们有时差了 就算是没时差 你也不能加一个人联系方式 就直接打电话吧 这跟相亲的时候 直接脱衣服有什么区别呢 昨天我看了一个同学 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这样说的 就说兄弟姐妹之间 首先是竞争关系 其次才是合作关系 同一个家庭 同一个爸妈 有限的空间 有限的资源 看到这个地方 我其实就不太认同了 我就回了一句 作为父母来讲 我们就是要创造更多的空间 更多的资源 来满足他们有限的需求 就跟办移民这个事来说 有的人觉得必须得出来 那有的人就觉得我去干嘛呢 人生地不熟的 我还是有故乡情节 我还有北京情节 我认识一个博士 女的 孩子在美国出生 条件很好 就是觉得北京很好 就是不想拿美国绿卡 那我就说你耽误了 不仅是你自己 但是你不想出来的话呢 你能按一现状也行 我就看他经常抱怨 抱怨领导 抱怨同事 抱怨家人 抱怨孩子 抱怨老师 抱怨孩子的学校 有一次孩子被老师孤立 就是拍集体照的时候 他们家的这个孩子 被老师孤立在一边 然后这孩子哭得特别伤心 他就抱怨老师 抱怨学校 有用吗 这个不就是你喜欢的北京吗 这就是你的北京情节啊 别人没条件出来 也就算了 你有那个条件 你不出来 那你就接受 你无法改变的东西 你就去享受这个 我视频下面经常有人留言 刷存在感 有的我能看出来 就是监狱里翻墙刷铁赚积分 减刑的那种犯人 你别问我为啥知道 我反正就是知道 原因我不能说 还有是真的粉红 翻墙出来找骂那种粉红 比如说有人讲 你们美国快完蛋了 我们的这个户口 才是世界上最难拿的身份 有钱你都买不到 这种人就是我说的 没有逻辑思维的傻逼 大家都知道屎不能吃 但你非说屎难吃 屎是稀缺的东西 你能吃到屎就拖着乐吧 这种粉曲你就别来我这卖蠢了 好吧 我是学文科出身的 我是做媒体出身的 我要骂你都不带脏字 能问候你全家户户本 还有就是我经常收到 所谓老移民的教育 说你们现在来美国 只是看到了美国好的一面 我们当初来都是从餐馆做起 经历了很多艰苦的过程 你们是带着钱 带着学历来的 无法体会我们这一代的艰辛 这种话看你怎么理解 任何时代都有人吃苦 都有人艰辛 同样是华人 你如果身边认识的 不是开宾利 就是开大G 要么最差的就是马沙拉蒂 那你看到的 当然是这个层面的生活 如果你开Prison 那你非要说你眼里的 美国就是辛苦打工 做体育劳动的 那也没毛病 但是你不能就对人家 开好车的有仇恨 对吧 就跟我上次讲的 我们吃加拿大野生海参鲍鱼 也是海鲜 你去海边吃十块钱 生蚝也是海鲜 那你在家做个紫菜汤 也叫海鲜 每个人眼里的海鲜 都不一样 对吧 我确实看到了美国好的一面 否则我也不会过来 但是我也知道 美国不好的一面 但是这个不好的一面 对我来说呢 没有什么影响 影响不了我 呼吸新鲜的空气 影响不了我 喝有机牛奶 吃有机牛肉 也影响不了 我们带着孩子到处度假 也影响不了 我炒股票赚钱 那你说两党撕裂什么的 我又不参与政治 我又不要来竞选州长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 过一个普通人 正常的生活 这有什么错呢 还有那种杠精 说我生活在富人区 我住的房子 就是一百多万 你是没见过那种 进小区有配枪保安 然后走进去以后 路过一个高尔夫球场 再过一个密码大铁门 然后到了自己家 还有一个遥控大门 进去就是那种喷泉花园 那个才是真正的富人区 然后我说我晚上夜不庇护 经常就是忘了锁我们家这个车库门 大厂这门睡觉 有的时候出去一天 回来发现这个大门还开着 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因为走的时候 你就是按一下那个遥控器嘛 那有的时候车库门 它自己就升上去了 就有杠精 非要说美国治安不好 晚上敢不敢出门 那我就不理解 晚上为啥不敢出门呢 那就跟我问的那个问题一样 有饭不吃 你非要吃屎 那谁也拦不住对不对 美国那么大 有那么多好的地方你不住 你非跟我说巴尔地魔很乱 那你不食尽命吗 昨天我视频里还有人说 你说美国安全 新冠死了那么多人 看不出来安全 那么多枪击案看不到安全 你让我咋说 那我前两天视频里 给你列了数据 咱也不乱讲话 你走在马路上 遇到枪击案的这个概率 比走着走着 人没了这个概率 小几百倍 新冠死了多少人 最起码你看到的是真实的数据 那我也不给你科普什么 Defrom和Divis的这个区别了 你知道什么叫 疫情次生灾难吗 死了都算疫情 和只要不是死于疫情 哪个更恐怖 这些你算过有多少吗 你坐到火荡厂那个门口 你数数那个烟囱冒烟 几次你就知道了 我都懒得骂你这种人 今天最后再啰嗦两句 有很多人说 加不上我的微信 这个确实也不怪我 因为这是微信系统的问题 加了多了它就限流 所以我给大家提供了两个号 扫一下加我的方法 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多傲娇 有的人加了我不说话 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 暗恋吗 还有上来就问我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月薪5000人民币 你能帮我拿绿卡吗 你让我回还是不回 我如果不回吧 挺没礼貌的 我回吧 实在是不知道回啥 还有人上来就做自我介绍 那我们夫妻是硕士毕业 家里俩小孩住在哪 你看能不能通过结出人才 结出不结出 我是真不知道 但是你绝对是人才 我都怀疑你那个硕士毕业证 是淘宝上买的 我知道您时间也宝贵 我时间也宝贵 对吧 你如果确实想通过 接触人才移民美国 你先评估自己行不行 如果你自己觉得还行 有论文 有奖项 有媒体报道 有专利啥的 高学历 你把握不准 那你就准备详细的资料 问问我 可以 我也不收你钱 但是你如果想让律师评估 能不能接你的案子 那我不是免费的 有同行捣乱 评估过了 我问他 你还有啥问题吗 人家说我没问题 我就是想让你看 这个简历能不能做 你已经告诉我了 我没问题了 好吧 那我还是先给你发 我们的流程收费 能接受 咱就免去客套话 该干嘛干嘛 大家都节省时间 我们最快的客人是15分钟 把自己的条件 写的一清二楚 问我能不能做 然后问我多少钱 多长时间能做 我就把时间费用 一并发给他 然后直接回了我一句 合约发给我吧 现在就签 当然了 我也知道 这个就属于极个别的 但是我们最近签约的 这些客人 最慢也就是一周了 大部分都是评估过以后 然后看合同 然后第二天 早上起来就签完了 然后当天就打款了 客观讲 效率真的很快 最后今天再分享一句话 也是朋友发给我的 勇敢走出去的人 你之后的很多代子孙 在写自传的时候 都会从你谈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 如果你在移民美国的路上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 希望大家早日来到美国 感谢大家关注